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真道教会的文华牧师 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 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导 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 耶稣这么说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的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个样子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的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面烧了 上次我们谈到说 葡萄树是以色列 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可是以色列是一个 败坏掉的葡萄树 而耶稣才是那个 真正的葡萄树 人不是因为 他的犹太血统 可以得到拯救 却是因为相信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留的保血 而能够得救 我们也谈到说 我们的生命是枝子 而葡萄树的枝子的特色 就是它超级软 它没有任何的功用 而且它结出来的花也很小 可是它唯一的功用 就是结果子 所以我们谈到一件事情 一个人如果能够被拣选 那是一个很大的favor 可是被拣选跟带来祝福 是二合一的事情 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被拣选 是要在万族中带下祝福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被拣选的枝子 神要我们结出果子来 神要我们能够蒙福 而且带来祝福 而今天我要更进一步来谈枝子 当我们谈到枝子的时候 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结果子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结什么果子呢 当然第一个是内在生命的果子 你知道内在的生命 跟外在的成果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常会说 我们基督徒到底是看中外在的成果 还是看中内在的生命 可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亲爱的朋友 要背下这节经文比较容易 可是要结出这个果子是比较不容易 我们可能问一个问题说 我们信了主五年十年 我们有没有变得更温柔啊 我们信了主五年十年 我们有没有变得更能够忍耐 当人们冒犯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有恩慈 当我们遇到很大的风浪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好多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不会仍然有平安 我们仍然能不能够有喜乐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这个果子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结出内在的果子 我们期待随着基督徒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 我们越来越结出这个内在生命的果子 而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来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讲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当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仍然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话外人 聪明人 鱼卓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所以这里面讲到说 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果子 保罗在很多外邦的城市当中 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 保罗觉得不管是 有身份 有地位的 受教育的 没有受教育的 不管什么样的人 保罗都觉得他欠他们福音的债 所以希望能够得着他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渴望我们的内在生命 结出果子来 我们渴望在外在 我们也用福音来结出果子来 所以今天随着基督生命的成长 我们就要开始思想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校园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职场 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 有没有在这个社会上面 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来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结果子就要面对到被修剪 你知道被修剪 其实从来不会有人说 主我好喜欢被修剪 主啊我向你祷告 主啊你来修剪我吧 绝对不会有人这样 绝对不会有人这么做 所以有一段经文他这么讲 西伯来书有一段经文这么说 他说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而觉得很痛苦 后来却为经过这种操练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来 就是义 我很喜欢这里面有六个字 叫做经过这种操练 你知道这个东西 当时没有人觉得快乐 可是如果我们回首就会发现 我生命当中如果有一点点成就 我要感谢当时所经历到这样的痛苦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 没有一个人喜欢经历到妈妈生孩子的那种痛苦 你知道那种是10 如果等级 痛苦的等级到10的话 那是最高等级的一种痛苦 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痛苦 没有经过生产之苦的话 就不会有可爱的宝宝能够诞生 你知道很多人能够考上好的学校 是因为他在过去的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在求学上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些人在事业上面能够成功 可是没有人问他在过去10年20年 他在他的专业上面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什么样的辛苦 可是正是因为这些苦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很喜欢一个加拿大的圣经学者 他叫Bruce Moon 他这么讲 他所说的话我觉得是字字足迹 他说痛苦的历练 是灵命成长的基本法则之一 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不太可能不经过一个痛苦的历练 他这么讲 他说在葡萄上如此 在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 修剪的越厉害 之后的美丽跟散发的芬芳也就越厉害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被神修剪的越多 我们后面就越能够散发出美丽跟芬芳 他特别这么讲 他说我们的天父渴望 他的葡萄树能够结出果子来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往往会在修剪的过程当中 剪的比我们自己会选择的更深 你知道我好喜欢这段话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自己选择这个痛苦 可是只有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很不凡的事情 我想要突然诧题一下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腰酸背痛的时候很喜欢去按摩的 如果按摩的时候你会喜欢什么按摩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油压呢 还是你喜欢止压 止压就会比较痛一点 还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足底按摩 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不敢去按脚底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按脚底按摩 一定要由别人来按 因为你知道吗 不管你力气再大 你按你自己的脚都不会有效 为什么一个力气超大的 他按他自己的脚 他绝对不会按到他会挨出来的程度 可是别人按你的脚的时候 你就叫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不那样叫的话 穴道就不会通 气血就不会顺 好那你知道一件事 你没有这样按的话 经络就没有松掉 所以你知道常常人们按下去的时候 是你绝对不会选择这个力量的 如果你自己按自己 你就轻轻的摸的 对不对 但是他就不会达到这个效果 只有当别人按下去的时候 会达到那个效果 同样的道理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修剪 也正是如此 可是不要忘记 那正是我们灵命成长 一个必经的过程 会散发出更大的美丽跟芬芳 会让我们结出更大的果子来 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叫 藏在主的里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内在要结出果子 或是我们外在要有福音的成果 它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可以结出来的 绝对不是我自己 就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更温柔 更喜乐 更有平安的人 也不是我自己就可以 结出福音的果子来 那是需要我藏在主的里面 很多时候基督徒 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讲得太属灵 我们太习惯 我们好像会背这个经文说 我藏在主的里面 主就藏在我的里面 我们没有去深思 什么叫藏在主的里面 NIV版英文圣经这样讲 它说 Remain in me As I also remain in you 你知道 Remain in me Remain in Christ 如果很直接讲 就是保持在基督的里面 什么叫藏在主里面 就是保持在基督的里面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基督是不会改变的 基督对我的祝福 基督对我的恩典 基督与我同在 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要说 我们人是很容易改变的 我们人很容易心浮气躁 我们人很容易东奔西跑 我们人很容易就会开始 静不下心来 定不下来 我们就开始想要跑到 一些事情的里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某些时候我们外在的环境 产生这些变化 我们遭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生气 我们会想要骂人 我们会想要找朋友诉苦 我们会想要逃避 躲进到电视 或是game 或是酒精或色情 我们想要躲进某些东西的里面 我们想要放弃 神在这个时候 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祝福 神对我们的心意都没有改变 可是我们的人变得浮躁 我们的人变得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躲进某些东西 我们想要逃跑 我们想要生气 我们想要抱怨 可是在这个时候 神最重要的就是说 Remain in me 亲爱的朋友 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够保持在主的里面 我很喜欢剑桥大学英语字典 对Remain这个字的定义 你知道有些时候这个字简单到 我们不会去想这个字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Remain 意思就是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or to stay in the same condition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remain in Christ 什么叫做常常在基督里面 保持在基督里面 如果我们用剑桥大学英语字典的定义 第一个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就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需要一个时间跟空间 是让我们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的 那可能是早上七点在你的房间 可能是晚上十一点在你的房间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在你办公室的某一个角落 可能是清晨六点在你家附近的公园 或是晚上九点在你家旁边学校的一个操场 你边运动 你边跟神祷告 你边默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时间跟空间 是我们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们可以跟神说话的 是另外一个定义 to stay in the same condition 你知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内心保持在某一种状态 就是我知道神 即使这个事情发生这么糟糕 神仍然与我同在 我知道神仍然与我同在 我的心就可以平静 我知道神仍然对我一个美好的心意 所以我仍然可以喜乐 我仍然可以有盼望 我仍然可以对神有信心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可以常常在主的里面 那个代表一件事情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我要保持在基督的里面 基督永远会在我里面 而我必须要保持在基督里面 不要跑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需要找到一个时间跟空间 是让我可以不断来亲近神的 我也很需要 能够让我自己保持在某一个状态的里面 保持在这个信心盼望喜乐平静安稳的一个状态的当中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祝福你 我们这个枝子是多结果子的枝子 是会结内在生命的果子 也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 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作一个修剪 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修剪 但是经过这种操练 神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剪得很深 反而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 还有不要忘记 Remain in Christ 很开心跟你分享今天的信息 如果你被今天的信息所祝福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跟分享 我要鼓励你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